我定义的这个矩形 它两个栏位 一个函数 刚刚定义了已经很清楚了 但是我们现在还要继续从这边讲 为什么呢 因为明明刚刚我们没有定义一个叫Rectangle的函数 我们没有定义建构函数 为什么可以用呢 其实C Sharp自动会帮你 在你没有定义建构函数的情况底下 它自动帮你预设一个建构函数 那个建构函数是空的建构函数 所以你才可以呼叫它 那这种写法相当于说 我已经有一个这样的函数了 已经相当于我有一个这样的函数 好像不需要VoID 还是要Rectangle而已 试试看吧 我也忘记要不要VoID了 写很多语言 写的都忘了 成员不能与它封入的形别相同 所以应该是不用 没错 所以不用VoID 好 所以这一个情况就相当于我们刚刚那个情况 所以当我执行的时候呢 结果一定是一样 意思就是说呢 其实C Sharp会自动帮我们加一个空的建构函数 就像这样 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呼叫New的原因 那现在问题再来了 我的建构函数 其实我可以传参数进去的 如果你想传参数进去建构函数 你就可以自己再定义一个 自己再定义一个建构函数 这时候是有参数的 我定义一个建构函数 它可以传两个参数进去 然后呢 好 就这样 请记得你现在还在征错状态 所以它会有那个这里有一个弯曲的那个线 代表说这一段是有问题的 因为你还在征错状态 那我停止针错重新建置之后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加了这个建构函数 加了这个建构函数之后呢 我的程式执行还是没有改变的 那我为什么要加这个建构函数 答案是 加了之后比较好用 你的程式可以变短 怎么变短呢 我先改R2好了 我把7.0写在这里 4.0写在这里 我这里呢 就不用写了 我直接呼叫R2.arrow就好了 为什么因为参数我已经传进去了 而且传的时候呢 这个7.0就直接给width 然后4.0就直接给height 所以当我这样写的时候 我省掉像这样的两行东西 我省掉这两行 这是我为什么要写建构函数的目的 让你的程式写起来更容易更快 好这时候我执行 结果还是一样 所以请注意 现在我们所观察的重点是 建构函数这件事情 所以现在请你也像我一样 去加上这样的建构函数 而且彻底的了解这个建构函数的意义 为什么它 它这样子做完之后 两个栏位就都有值了 那为什么我呼叫R2.arrow的时候 它自然就会 就会印出28 那同样的其实你在这边也可以把5.0 8.0直接传在这里面 那这两行就可以删除了 那我做一次 好这样子我两行就可以删除了 但是我重新编译执行 这时候你会看到结果是一样的 但是我程式码短很多 对不对 程式码短了很多 因为建构函数的功能帮我做掉了 我刚刚要手动做的部分 好那这时候请各位去写一下 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 谢谢大家